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在前不久的曾经热播过的 那个叫做什么汉武大帝的一个片子里头 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形象 他是一个比较清廉的人 但是库里中也有很多探章王法的 包括宁城 包括杜舟 包括我刚才讲的尹赏 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库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不管你是清官还是贪官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忠实执行上级的旨意 忠实的就是以皇上的利益为重 因此库里往往都对豪强构成一种反义词 库里是打击豪强的 用我们中国传统的一句话讲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当然这不一定是真理了 强龙有的时候就是能够压过地头蛇 但是在这个话语中 强龙就是库里 是吧 地头蛇就是豪强 豪强代表了一些地方势力 而库里是在法家的中央集权政策下 贯彻中央的意志 或者说贯彻皇上的意志 是吧 打击豪强的这样一种角色 因此豪强对于库里的优势 实际上 豪强 不是 库里对于豪强的优势 其实也就是强龙对于地头蛇的优势 是吧 实际上 是法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但是 库里 他不管是清廉的 还是贪污的 是吧 在无条件 满足皇上的欲望 或者说 执行皇上的旨意 这一点上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假如像自都这样的清官 他在忠于皇上的前提下 他也许比较理想主义 也许也为老百姓 想做一点好事 是吧 那么对于宁城杜舟这样的贪官 尹赏这样的贪官 他当库吏 是为皇上办事 为皇上办事 他自己也要捞好处 是吧 因此除了为皇上 他还为自己捞 是吧 这就有可能 给老百姓造成 很大的问题 但是 这两种人 在无条件 是吧 这个贯彻上级的意图 或者说贯彻皇上的意图 这一点上 是一致的 是吧 因此 从今天的眼光看 那个 酷吏打击豪强 这样一种现象 是不是 应该无条件的予以肯定 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 因为 大家都知道 在汉代 豪强是一个 被人们提的很多的问题 而且 豪强 他的特点就是 第一 他是没有贵族身份的 是吧 没有权贵身份的 他是平民 第二 他很有势力 是吧 在地方上就会 武断于相取 是吧 这是那个 史记中的话 所谓武断于相取 就是在当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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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王称霸 是吧 非常有势力 那么 那么当然也会对当地的老百姓造成 灾难 但是我们知道 由于豪强作为地头蛇 他是在地方上产生的 他要有地方的基础 他要有地盘 他要有地方上的观念 他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 因此豪强 他的行为其实也是有制约的 是吧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兔子不吃窝边草 是吧 他要世世代代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是吧 他 他生活的一个环境 必须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环境 如果他是一个 无赖 是吧 像刘邦那样的人 那么他就很难成为豪强 是吧 或者很难稳定的成为豪强 是吧 刘邦这样的无赖当庭长 那完全是基于朝廷的背景 是吧 刘邦当然就不是豪强 但是刘秀是豪强 是吧 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基层起家 但这两个人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刘邦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无产的勇敢分子 是吧 大家知道的 那个他他爸经常责怪 他就是他没有治下产业 是吧 那么他后来得到了国家 他就说你看 这个某只产业属于众多 是吧 这个国家就成了他的产业 但是刘邦本人 他是一个无赖 是吧 他当上庭长 完全是在为国家办事 是国家授予他的这种地位 是吧 但是刘秀就不一样 是吧 刘秀并不是基层干部 是吧 也不是派出所所长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刘秀是一个大地主 是吧 是一个在地方上有 有很大势力的人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刘秀这个人 也是在地方上作为作福的 是吧 他也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地方领袖 但是由于他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的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 实际上他的权力 的行使还是会受到一些制约 是吧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愿意生活在一个周围都是敌人的环境中 是吧 那么这个这个啊 这个兔子不吃窝边吵 是吧 这种观念还是有的 但是酷吏 不管他是清廉的 还是贪污的 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 他酷 所谓酷就是不择手段 清代有一个雍正年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清官 他是河南巡抚田文静 是吧 这个人大概在前几年的电视剧 那个雍正大帝中 大家可能见识过这个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吧 在雍正大帝中啊 田文静是一个 是一个正面人物 是吧 因为他是雍正很欣赏的人 雍正大帝这部片子是歌颂雍正 雍正弟弟 当然也是非常歌颂田文静的 田文静是一个 呃 那个 为皇上办事不讲私情 敢于得罪地头蛇的 是吧 绝对是个强龙 是吧 呃 那个那个 而且他也很清廉啊 当然那个清廉是相对的了 是吧 呃呃 因此得到了雍正的表彰 可是大家知道 雍正大帝这部电视剧 歌颂的是清朝的第三代皇帝 是吧 他也正式在我国第三代领袖执政时期播出来的 是吧 那么过了不多久 是吧 我们出现了第四代领导 是吧 然后他们就 搞了另外一个电视剧 叫做天下粮昌 大家不知道看过这部电视剧没有 是吧 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乾隆年间的事情 或者说是乾隆初年的事情 也就是是第四代领袖的 呃 事情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天下粮昌这部电视剧中啊 大家知道歌颂了一个什么人呢 歌颂了一个刘统勋 这是乾隆的呃 那个那个表彰的一个人 而刘统勋以什么出名呢 就是以对抗田文静出名 是吧 田文静在天下粮昌里头就变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田文静做了什么事呢 田文静这个人 清官是不假 是吧 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清官 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为了忠于皇上可以不择手段 而且 整天 自讲皇上喜欢听的话 是吧 绝对是报喜不报忧 他治理下的河南 年年都超额完成 上级交办的任务 是吧 钱粮绝对都年年超额 是吧 而且这个上面问 啊 你们河南有什么困难呢 他绝对讲 我们没困难 是吧 而且 其他地方有困难 我们愿意支援 是吧 我们是固谈大局的 是吧 我们是为皇帝 作响的 是吧 结果河南 年年都 钱粮都超额 是吧 可是河南的老百姓就惨了 是吧 河南在田文静执政时期 多次发生大饥荒 但是田文静很大功无师啊 从来不报 是吧 不要国家照顾 是吧 我们的困难 我们自己克服 当然不是田文静本人克服了 是吧 是河南的老百姓克服 冒风为倩 是吧 逆栽不报 是吧 报喜不报忧 在大栽之年 仍然 苛真前良 结果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 他自己不报 可是河南的老百姓受不了了 大量的流亡 是吧 流亡到临省 是吧 陕西 安徽 山东 都出现 河南的 那个 流民 这些地方的官员 就受不了了 是吧 一下子拥进了大量的流民 造成这些地方的治安啊 各方面的社会问题 这些地方纷纷向雍正报告 说你看现在不得了了 有大量的河南灾民 拥入我们这个地方 这下子 这个 这就瞒不住了 是吧 这个就就就就就 这个消息就烂包了 是吧 然后这个 雍正就发现这个问题严重 然后派人下去调查 一调查果然 就是这种情况 那雍正怎么办呢 是吧 雍正老实说 田文静他还是要保的 但是这种情况 他的确也觉得是个问题 于是他下了个造数说啊 田文静这个人 一贯是个好同志 是吧 现在也是很不错的 是吧 大家还是应该向他学习 但是 他毕竟年纪大了 是吧 这个 容易被下面的人 蒙混 是吧 造成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下面的那些县官 是吧 欺骗了他 是吧 他受到下面的 他受到部下的蒙蔽 是吧 所以这个 有一些事情 他 他不知道 是吧 那么这样就把这个事情 给糊弄过去了 但是 当时有些人 对这个事情 就非常不满 是吧 到了乾隆年间 就有人 像刘统勋 刘大人 就跳出来 跟这个田文静叫板 把这个田文静 给贬下去了 是吧 田文静到了乾隆年间 就不是太 人们的 对他的印象 就不是太好 是吧 这说明了什么呢 田文静这个人 他其实就是汉武帝时代的自都那样的人 是吧 这个人虽然本人不是贪官 但是他 是吧 他那个为皇上办事 不择手段 那的确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是吧 因此这种人 你不管他个人品质怎么样 是吧 呃 这种制度 他是有问题的 这种制度 他不是德制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法制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汉代的库里有一个特点 他们本人都是 当时的法律专家 而且当时的很多法律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是吧 像张汤 像杜舟这些人 本身都是汉律的制定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是懂法的 但是恰恰是他们 绝对是有法不一 是吧 绝对是超乎法律之上 法律只是他们上下其手的工具 是吧 有的人明明有罪 他们可以以文出之 有的人明明无罪 他们可以罗子 是吧 以文内之 是吧 恰恰是他们 是属于知法犯法 而知法犯法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太讲道德 而恰恰是因为他们 心中只有皇权 是吧 只有权力 是吧 他们实行的既不是法治 也不是德治 而是什么呢 而是权制 谁的权力大 谁是上级 我就听谁的 皇上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甚至皇上不用说 我都可以揣摩他的 意思 然后按照他的这个意思做 至于这个意思 合不合乎我自己 制定的法律 这都不重要 是吧 只要我忠心的为皇帝办事 皇帝就会记得我的 是吧 哪怕我 啊 过左了 啊 杀人过多 都不要紧 是吧 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吟赏的那个 那个逻辑 是吧 而相反 群力 就是另外一种操作模式 是吧 这个群力啊 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 奉法群力之力 是吧 这些人 不罚公英能 什么叫罚公英能的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不追求政绩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些人 不讨好上面 是吧 贯彻中央旨意 往往不是非常积极 是吧 并不追求他们的政绩 是吧 北信 无称 亦无过行 这些人呢 也许显得比较平庸 是吧 并不是像制度那样的 是吧 包公 世人那种角色 是吧 但是 他们也没有什么过错 司马迁说啊 这些人不教 而名从其化 是吧 呃 司马迁 对他们的评价 应该说 还不低 是吧 那么这些评价 本身就包含了 法治和德治 两个方面 呃 司马迁 在巡礼传中啊 曾经提到一个 呃 一个人 这个人 我现在已经忘记 呃 他是谁了 是吧 大家看看那个巡礼传 就会知道 这个人好像是 当时的 这个 呃 这个 呃 武威的一个县令 是吧 然后这个人呢 呃 他是一个巡礼 是吧 他比较规矩 啊 不是完全按照 上面的意志办事 是吧 然后 他就因此得罪了 一些上面的官 是吧 那么 汉武帝 其实很 欣赏这个人 但是汉武帝 为这个人着想 是吧 有一次 呃 呃 召见了这个人 就对他说 啊 说你这个人还是不错 但是你这个人呢 还是不太懂事 你不会处理上下级关系 是吧 你有时候啊 呃 呃 有时候你还是应该 通融一点 是吧 呃 上级对你有的 有有些什么要求 你就要做 是吧 你不要认识你 是吧 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呢 他说 臣不敢奉照 是吧 说你讲这个话 我 是吧 我不敢这么做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人 他本身有一种 道德观念 是吧 这种道德观念就决定了 即使是皇帝的话 他也要考虑考虑 是吧 那么 在道德适用的范围内 他的确是比较重视教化 是吧 但是在该用到法律的时候 他也会 啊 比较严格的按照法律办事 是吧 因此我可以说啊 即使按照当时的法律的观念 我们知道当时的法律和我们今天讲的法治应该是两回事 是吧 我们今天讲的法治实际上讲的是 主要讲的是政府要守法 讲的是老百姓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是吧 不是说老百姓只要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 这就叫法治 是吧 但是即使按照当时的法治的标准 那就是大家要遵守法律 没有什么公民权的含义 但即使在这个含义上讲法治 我们也应该讲 法家和库立 是法治的破坏者 而巡立 他既讲德制 但是他也没有违背法治 是吧 在当时的情况下 德制和法治其实并不是矛盾的 与这两者都构成矛盾的是什么呢 就是法家的权制 是吧 就是有权力就有了一切 是吧 权力不受制约 权力可以为所欲为 是吧 甚至不受他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制约 是吧 这种现象才是最糟糕的 而西汉一代 是吧 尤其以汉武帝时代为典型了 是吧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实际上 这个 整个这个 这个体制是鼓励 库立的 是吧 是压制 巡立的 是吧 这个现象一直到了东汉 才有所改变 那么 这个 西汉的这种政治制度啊 它必然导致 一个非常复杂的官僚体制 是吧 同时 又导致了这个官僚体制本身 产生的一些 规则 或者是 潜规则 是吧 我们知道啊 现在很多人有一种说法 说中国古代的 这个 皇权制度是比较 简易的 是吧 说那个时候 皇上只管到县一级 县以下是 自治的 乡村 是吧 就是皇上基本上不管的 这个说法 在晚清 是不是能够成立 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在秦汉时代 恐怕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尤其是在最近的考古发掘中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仅仅看 史记汉书的直观字 那里面记载的 这个观数 是吧 比较简单 但是实际上当时的统治机构 的复杂性 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是吧 呃 长期以来关于汉代的考古发掘中 我们有两类东西 我们有两类东西很值得 呃 呃 注意 这就是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各种各样的观印 以及 印章盖的风泥 是吧 呃 呃 我前面给大家谈 曾经谈到这个风泥是呃 汉代考古 呃 秦汉考古中呃 经常用的一个东西 是吧 因为当时很多文件 他要呃 要要保存 呃 不能让大家互相拆 不能让别人拆开 是吧 大家知道当时的那个文书不是纸而是竹简 那么竹简 写好了以后 把它卷起来 用绳子一捆扎 那么这个东西 呃 我们现在都知道公文一般要 要呃 是呃 某某级的领导啊 他自己清阅 是吧 是加密的 是吧 那么现在加密 你可以在信封上贴一个封条 是吧 盖一个章 是吧 呃 一猜 大家就知道呃 有人在 那个那个那个 搞破坏 是吧 那么当时 也有这样的制度 但是当时没有信封 是吧 这个章子也不是盖在纸上的 那么盖在什么地方呢 是吧 把这个竹简啊 写完了以后 用绳子一砸 绳子打上个结 是吧 然后是结上捏一块泥巴 是吧 泥巴上盖一个 盖一个章 是吧 呃 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呃 密封了 是吧 如果有人要拆开这个竹简 就肯定会把这个风泥破坏了 是吧 一破坏 人们就知道这是呃 失秘了 是吧 因此这种风泥啊 呃 大家知道工章只有一个 但是风泥可以很多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他每一个 每一个呃 每一个呃 每一个 每一个公文都要盖一个这个东西 是吧 因此这个风泥被发现的几率 就要比工章要 就要比这个观印本身还要多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秦汉时期的 嗯 观印和风靡 是吧 就发现秦汉时代的这些 这个 这个 立志啊 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的多 而且 秦汉时代有大量的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秦汉 官吏 是吧 像这些 呃 这些当中 是吧 我们看到有所谓的啊 呃 旦既尊 旦旧 礼既尊 是吧 所谓的父老 所谓的礼为 这个所谓的礼为啊 有人说就是礼魁 是吧 就是魁首 也就是礼仲 是吧 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那些 是吧 那个汉代的那个 呃 就是 唯理兼门以智识 是吧 还有所谓凭证 还有所谓古识 等等等等 是吧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 观印和风靡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复杂的 是吧 让人啊 非常惊奇的啊 一种管理体制 是吧 是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